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儿子 却为我们担当起了这一切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与过犯 我们因信靠主的允许 来到主面前求主怜悯 求主饶恕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饶恕我们的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 使我们得到主的允许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在一系列的问题中 唯独上帝给我们答案 在今夜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领受主的话语 使我们做全能者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在主耶稣基督里领受平安的祝福 主啊 求主怜悯我 使我真实的做人 使我们能够为国家和民族 做真实的爱国者 使我们每个人符合主的心意 在主的美好的善事里 蒙拣选 蒙使用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相信在今夜上帝是和我们同在的吗 上帝是了解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我们坐着站着 我们的天父上帝全都知道 上帝是要把好的一切全赐给我们啊 在这世上呢 很多人都想很努力的好好生活 而越是努力挣扎的时候 却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路 甚至有些人坐上了总统的位置 还要把自己推进 进监狱的地步啊 那么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不是来指责谁批评谁的 上帝的教导是让我们 看着身边人的情 看着身边人犯罪了 或者看着身边的人的行为 我来认罪悔改 不要去指责呀 上帝说了 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 以复所是一章十节呀 只要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 属于耶稣基督的话 就要合而为一的 而当今的社会 当今的世界 没有合而为一 都是粉碎了的呀 我们一方面是排斥去地狱的 而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一举一动呢 却把自己推向地狱呀 在此的各位 在这世上 我们人是没有满足的 因为唯独上帝能赐给我们满足 格林多后书三章五节 因为在这世上没有满足 所以内心就总会纠结呀 因为为了寻求一些满足呢 就给自己 摊上一系列事情 那么在这世上是没有满足的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呀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获得盼望 我们是有盼望的 上帝说我们都是主的肢体呀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 我们首先要认识我是谁 如果我能认识 我是上帝的肢体 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的话 我们是有盼望的 波斯特普洛瓦皮尔牧师 看见一个很有趣的情景 就是说一个搞研究的 搞研究的人呢 老板是小学都没毕业的人 而首尔大学 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的 得博士学位的员工呢 正是这研究室里的员工而已呀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 在主里边 是盟主的使用 仅仅是一个肢体而已 是合而为一的 谁都不要绝望 谁都不要沮丧啊 马太夫一章 就是让我们找回根啊 马太夫一章就提到了 基女拉何 基女拉何 她是多么凄惨的人生 而当她认识耶稣基督 听了福音之后 她就迎接主耶稣基督 为了主耶稣基督 她是献出生命 来遵守了主的话语 结果她的命运就得到了变化 她的生命命完全得到了改变 就找回了根 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了 这是多么好的盼望啊 上帝是使用我们每个人的 上帝是爱我们每个人的 上帝创造我们 就说我们是主的肢体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身体里什么都不可缺少啊 而当今的世界呢 太多的人就容易自虐 自己虐待自己 上帝使用我的时候 上帝创造我的时候 视我的生命为最为宝贵和珍贵的 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 尽管我们这样的误会肮脏 上帝却视我们为最为珍贵和宝贵的 所以我们谁都不要灰心 谁都不要沮丧了 上帝使用我们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超乎自然的局限性的 费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罗马书十二章四节到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阿们 就谁都是不可缺少的 谁都是非常珍贵和宝贵的 我们经常看不上一个人 哎呦 这个人怎么还活着呀 有这种想法的人 悔改吧 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妻子 面对自己的丈夫 我们经常 哎呦 我 这个人怎么还活着 他怎么不早一点死呢 就是面对自己的讨厌的丈夫 讨厌的妻子 都有这样的恨啊 这种心里要悔改的 我们犯罪的时候 最难过的是上帝 我们这样犯罪的时候 是耶稣基督在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流宝血啊 如果认识到这份爱的话 我们就能真诚地认罪悔改 主啊 是我这样伤害了上帝 上帝还缺要爱我 要饶恕我 要恢复我 要种旧我 大家有没有 大家真的有没有领受这份爱呢 上帝真的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上帝的允许是什么呢 以福所说四章三十二节 上帝 大家知道十字架上的 这个饶恕与爱是什么呀 上帝不仅饶恕我的罪 而且还要拯救我 搭救我 能让我去天国 而且在这世上 我所需用的上帝 全给我预备好了 赐给我健康 赐给我智慧与知识 赐给我儿女 这就是十字架上 这庞大的允许 饶恕与爱呀 是无穷无尽的爱 是无穷无尽的好啊 在座的各位 我怎样才能领受 这么庞大的爱呢 当我们承认 认识到我是罪人的时候 向主真诚地认罪 悔改的时候 原因是一张九节 也先说了 哎呦牧师啊 我一直以来真的特别苦啊 我为什么苦啊 苦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诗篇五十篇十五节 上帝说了 你苦吗 你有患难吗 来求告上帝吧 上帝让我经历苦 是为了让我来求告上帝啊 以复所说二章十三节 能让我求告上帝的唯一的道路 正是耶稣基督啊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承认我是罪人 求饶恕 发自内心地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的 大家一直以来很沮丧 很绝望吗 甚至很多人说 这辈子我来教会了 却也没找到答案呀 怎么感觉很多教会跟世俗没什么区别呢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重新开始吧 在这世上 你觉得你没什么用处吗 上帝却使用我 上帝却要搭救我 不知的仆人 我朴牧师就是见证人啊 谁说我不行呢 上帝说我是能行的 我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 不是我的儿女 就并不是说是我 我把他生下来的 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 才能生下这个孩子 在这的各位 大家一直 毫无感觉的流产的悔改吧 流产那是犯了罪呀 上帝不仅 要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 上帝还能赐给我能力 能帮到身边的人 被恶魔恶鬼困住的 那些可怜的灵魂 能帮他赶出 内心的恶魔恶鬼 使我们做 拥有能力的主的儿女啊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上帝视我为最为珍贵 最为宝贵 上帝要使用我 成为最为有价值的人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上帝的爱 大家和我 我们外表都是不同的 而我们的内心心灵 都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啊 那么 谁都不要绝望 谁都不要灰心 我们一起来告白 我是能行的 我是能行的 不仅是大家能行 大家的儿女也能行啊 这一定是能行的 只要我们祷告 我们靠着信心的祷告 家里的儿女 也都能得到医治啊 大家知道 百夫长 百夫长的信心啊 还有 广会堂的 来求告耶稣 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家里的儿女 得医治了 百夫长家里的仆人 也得到了医治啊 在这时期 上帝要赐给我们的 是这么办 这般庞大的能力和权柄啊 大家可千万不要灰心啊 大家有 大家有让儿女受过委屈的 大家真诚地求饶恕 认罪悔改吧 大家面对儿女 所说的一切话 那都是对 上帝所说的一切话呀 上帝是使用我们每个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是主的肢体啊 我身体里 哪个器官是可以摘掉的呢 不能摘掉任何一个器官 都是可可需用 都是需要的 我的手脚 我的眼睛 我的头发 任何一个部位都是不可缺少的 在此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在主里边 就是最为珍贵 最为有价值的 上帝在使用每一个人呀 我们所有人都不要灰心呀 在此的各位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是为了有盼望啊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上帝使用人的时候呢 上帝使用这世上最为卑贱的 要让世俗上所谓富有的 让他们 上帝使用最为卑贱的 为的是让世上的 富有的人能惭愧 上帝是盼望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盼望 任何人都是有希望的 是能行的 大家都希望能做好事 行善事 而我们自己却做不到 很多人发脾气 而上帝能改变我的内心呀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啊 大家知道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西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我们找一下西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使我的良心活 使我的不好的行为有改正啊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啊 唯一耶稣基督 西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次献给神 祂的血岂不够能洗尽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适逢那永生神吗 阿们 我们 大家知道 要洁净我的内心 除去我们的死刑 我们才能适逢那永生的上帝啊 那么 谁能使我的良心活 谁能洁净我的内心 除去我的死刑 能让我适逢那永生的神呢 唯一都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西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遍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次献给神 祂的血岂不够能洗尽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适逢那永生神吗 阿们 再说的各位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怎样才能活呀 很多人的行为 为什么总是不好呢 靠世上的教育 改正不了一个人的行为的 唯一都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唯一都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的行为归正了 那么 我的儿女现在行为不好吗 马太妃十五章二十一节 母亲 有虚荣心的时候 母亲装模作样 很伪善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母亲自己犯了罪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这时候女儿就变疯了 马太妃十五章二十一节呀 那么这时候 这母亲去找耶稣了 耶稣却没有理会她 因为 我们自己犯罪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这时候就如同狗一样 甚至连狗都不如 这时候耶稣就给她讲了一个 狠狠的话 而这时候这女的呢 承认主啊 我就是狗 这样她真诚地向主 承认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 大家知道吗 自尊心都是因为出自罪恶的 我们的自尊心都要放下 真诚地认罪悔改 耶稣医治了那个女儿 她的女儿得到了医治了 大家知道 我的内心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能得以洁净啊 唯独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除掉我们的不好的行为 能让我们服侍永生的上帝啊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认不认识 耶稣基督保险呢 而当今很多人来到了教会 却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保险 不认识耶稣是谁 也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存在 是什么意义 在族的各位 没有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 死在十字架上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活的 我们是没办法得救赎的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正是因为我的罪恶 死在了十字架上 流保血 流血液 被鞭打 被鞭伤 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我们才有了这盼望 能活呀 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呀 部族的普通我平 牧师在这里讲道的时候 经常给大家指责自己 大家的罪恶和错 那么听这些责备的时候 大家承认主啊 我确实有这样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这样承认认同的时候呢 主怜悯我 主赐福于我呀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呀 上帝的话语能剖开我的骨髓 也能破坏我的灵与魂呀 大家知道上帝的话语能医治我们一系列的疾病的 大家知道祷告的力量是多么多么的大呀 祷告的时候癌症能得到医治 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行神迹歧视 有很多很多奇迹发生的 在座的各位 部族的普通我培养牧师 走遍了世界各地 是奉了主的恩典 是上帝的话语在做工 有很多人 疾病得到了医治 癌症获得了医治啊 甚至有贪子站起来 忙人开眼 我们找一下路加福音以上三十七节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语 是最为有权威 最为有权能 我们靠着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使我们得到应许 那么我们首先要悔改 我们不悔改的话 是没办法领受上帝的话语的 大家知道不信耶稣基督不悔改的人 是要在主的话语面前都要受灭绝的呀 所以我们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不爱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说明我内心的罪恶 在排斥主的话语 罪恶是因为有 所有的罪恶是出自魔鬼呀 约安一出三章八节 我内心有罪恶 就说明我内心是被魔鬼支配了 那么上帝的话语 在圣洁的主耶稣基督面前 在圣洁的上帝话语面前 我能认识到我是个罪人 这时候我承认主啊 我是罪人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饶恕我的罪恶 路加分四章三十五节呀 路加分一章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阿们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全都是带着能力的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听得清楚吗 在座的各位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上帝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上帝不仅解决我所有的困惑 也赐给我满足啊 当上帝赐给我满足的时候 我就能分享给身边的人啊 那么一直以来 我们抱怨各种各样的环境 甚至我们 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 大家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在这世上 好像那些理由 好像那些借口 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呢 世俗的理论指使是不适用的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是最爱我的 是赐福于我的 世俗的那些不幸 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上帝是让我们靠着喜乐的心 好好活 上帝是让我们有赞美的心 称预送上帝 赞美上帝 健康的生活 平安的生活 罗马书15章13节啊 这正是信心啊 是靠着信心而活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这么好的祝福啊 那有些人就说了 哎呦牧师啊 那在这世上我就不工作 不赚钱了吗 不是啊 不要担心啊 只要我们真心信靠天父上帝的话 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念心未曾想象的 使我们做主的事情 为主的善意 为主的善事做预备啊 在族的各位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全带着能力啊 那么有些人就说 哎呦那朴牧师 您祷告了就能抑制疾病 不是我朴牧师做 是我真心的信了主啊 那么当然了 这不是靠我的信 是上帝的恩惠 是上帝的恩典 是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了这份信心啊 那么我朴牧师经常抓靠的 这句经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菲利比书 四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 全都是带着能力的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啊 如果我们说是信主 那么大家知道 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是有很大的区分的 不信的人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很为所欲为 行为上 很是任意妄为 很是轻浮的 就飘着 就是 什么都不管不顾 自以为是的 而信耶稣基督的人呢 真言三章六节 无论在大事小事上 信耶稣基督的人 凡事都会谨慎 因为一切的事情都要先交给主 先问候主 而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的一 以反还给我 罗马书二章六节啊 在座的各位 上帝的话语真的是 非常的好 而同时也是很可怕的 是可敬可畏的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的一 反还给我 大家试想一下 不可怕吗 我们一直都在想什么 我一直在 我的行为又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知道 小学老师呢 就会说 哎呀通过孩子们的行为举止 就能认清这孩子们的父母 是什么样子的 那幼儿园的老师更是这样 哎 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 是什么样子 就能知道 他的父母又是什么样子了 因为小孩子 小时候是没有遮遮掩掩的 很诚实的 很实在的 把自己全展露出来了 而随着年龄增长呢 就开始学会说谎啊 开始学会遮遮掩掩呀 我们通过一个孩子的行为 就能知道 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什么 这孩子来上学 怎么突然就 好像哀伤叹气的 那分明是 前天晚上 父母吵一架了 或者是 有不开心的事情了 父母关系不和睦 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孩子就很沮丧啊 很垂头丧气 妻子发脾气的话 就在孩子身上 如实地就展现出来呀 创世纪十三章啊 在此各位 我们看见什么 就如实受影响 那么首先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出在我身上啊 同时我们要承认 我天生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带着过犯 就是有罪恶在我身上 我祖祖先献所犯的罪恶 全展现在我身上了 那么 我不知道我的过犯 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我的儿女 能认清我的过犯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了 哎呀 这孩子 怎么跟他的爷爷 一模一样啊 生活习惯啊 行为许止啊 怎么跟自己的爷爷 这么像啊 这就是说明 我们身上是 带着过犯出生的 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在罪恶里生活 所以我们都要承认 我是罪人 都需要认罪悔改 而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呢 能洗净我们 一切的罪恶与过犯 也能使我们脱离 祖上给我们流传的 不好的忘形啊 靠自己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而上帝能改正我们 耶稣基督的保险能改正我们呀 菲利比书二章五节 我们要存 耶稣基督的心 大部分人之间呢 兄弟姐妹之间呢 就结怨结仇了 有些人呢 经常抱怨 抱怨自己的父母啊 抱怨自己的兄弟啊 抱怨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就大家知道 内心的抱怨 只会败坏自己 抱怨发怨言 只会败坏自己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呀 就心里呢 总是有不好的想法 曾经的抱怨 曾经的怨气 又是怨父母 又是怨岁月 又是怨这个怨那个 这都是撒谈魔鬼的作怪 是出自内心的贪婪私欲的 一旦有抱怨的想法的时候 赶紧求饶恕 扔掉这样不好的想法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俯山第一教会的信徒呢 都有经历 什么经历呢 靠着主耶稣基督保写的能力 赶出恶魔恶鬼的经历的 那这就是见证 要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从上帝那里 得到的 领受的 也要传呀 菲利比书四章九节呀 我们夸是夸主耶稣基督保写的能力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和权柄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为的是让我们 靠着这份能力 传福音 做见证 也帮到身边相同类型的人啊 所以我们要长城的祷告 长城的认罪 回改祷告啊 被魔鬼支配的时候呢 就不愿意来教会 不愿意献礼拜的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布图特普人 我平常牧师在这里做见证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这句经文 我每天每天 至少要 牧想 好数 就是好几十次 就是 一边悔改 一边 牧想这句经文 这时候就靠着这句经文 使我获得能力 使我凡事都能做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应验的 无论大家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心愿 只要靠着这上帝的话语 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 我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呀 没有做不成的 只要我属于耶稣基督了 只要我属于耶稣基督了 我们就凡事都能做 菲利比书4章13节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呀 上帝的话语是和我立下的允许 正是给大家立下的允许 正是在此时此刻让我们领受得照的呀 只要我们祷告 上帝是听的 每当我遇到问题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祷告都得到了垂听啊 上帝的话语全是能力 无论是谁 只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真的要好 上帝希望我们好 我们要做见证人呀 灯是要挂在明亮处的 要有好行为照亮身边的人 马太福音5章16节 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呢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吧 菲利比书4章13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紧紧抓靠这句经文 上帝能医治我的疾病的 癌症也能得到医治啊 再说到各位 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感动 大家就如实地顺从 如实地遵守吧 在这里真心地劝勉大家 让大家祷告 而大家却坐不住 不愿意祷告 那真的是太心痛了 很多人说 哎呀牧师啊 为我祷告吧 那我平和牧师呢 先求告圣灵 求告圣灵的引导 那圣灵的感动是 让这个信徒先切切地祷告 哀痛地认罪悔改祷告 而这个信徒却不愿意祷告 大家知道 纳曼将军呢 按照指引的就去那个河里面洗了 洗了第七次之后 他才得到了医治啊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遵守上这道话语啊 悔改的时候 能拯救人啊 悔改的时候 能拯救儿女 拯救家庭啊 悔改是多么多么的关键呀 我们悔改的时候 魔鬼不会侵犯住我呀 魔鬼的罪怪 在害人也害家庭 通过认罪悔改祷告 赶出一切的恶魔鬼呀 马可分19章29节 非用祷告 耶稣亲自地教导我们 而我们都是罪人呀 所以我们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身份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那这能力是谁给我的呢 我们找一下 格林多前书一章24节 格林多前书一章24节 我们 我嫖母师没别的 仅仅抓靠的是这句经文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主啊 我们的天父啊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凡事都能做的了 因为 我依靠的是耶稣基督啊 上帝的话语 绝没有谎言 是如实地实现的 铁撒伦家前书二章13节 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地运行在我们身上的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是活泼有功效的 只要我们有这份信心啊 西伯来说四章12节 只要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这是耶稣基督啊 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上帝是让我们每个人领受这好的话语啊 上帝的话语是绝没有谎言的 民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绝没有谎言 上帝所讲出的所有的话语都会实现的 都会如实应验的 而问题是我没有属于耶稣基督 问题是我没有信耶稣基督啊 那很多人就说了 哎呀牧师啊 我家人真的很糟糕啊 能不能先医治我的家人呢 我的家人可怎么办呀 那这时候先别把目光放在家人身上 我先得到医治 我先得到改正 我先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约安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是分明 是能行的 神明节二十八章一到二节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做世界第一 是有价值的人生 是非常可贵的人生啊 所以不足的普通膜屏幕是 无论去哪 走遍世界各地 前段时间去了德国 很多德国的医生 也来受暗手祷告 结果那些医生 也经历了这圣灵的存在了 上帝在做所有的事情啊 上帝的话语全是能力呀 路下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呀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 如实应验的 而问题是因为我们总是不信 是我总是不抓靠 耶稣基督的话语呀 格林德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阿们 蒙昭患的人 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那么我们要蒙昭啊 上帝在创世以前呢 就已经预定好了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蒙昭 上帝的话语绝不是理论的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呀 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 所以我们要 所有的人都要蒙昭昭 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蒙昭昭呀 很多人把上帝的话语当成是一种理论来讲 上帝的话语绝不是 绝不是理论 是真理的 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而且全是事实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蒙昭昭 上帝是召昭了我们所有的人 辛苦但重担的所有的人都来到我这里吧 马太福11章28节呀 那么我们要蒙昭昭呀 信靠耶稣基督那才是蒙昭昭 因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蒙昭昭呀 以复所示1章11节 因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才能蒙昭昭 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为的救赎主 这才是蒙昭昭呀 那么我怎么能知道 我是不是蒙昭昭了呢 很多人以为牧师就是蒙昭昭了吗 不是的 哥林多前书1章24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阿们 再次的各位 我们要蒙昭昭呀 很多人光听了上帝的话语 却不顺从 有些人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如实地顺从 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蒙昭昭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 遵守主的话语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蒙昭昭 唯独靠基督啊 我们属于基督了 在基督里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才能蒙昭昭呀 使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 能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人 这正是奥秘呀 格鲁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来找一下 上帝的话语全是能力呀 只要属于上帝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能做 上帝的话语分明说能行 而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不行呢 这分明是因为 我在说谎 我们没有顺从主的话语 是我并没有遵守主的话语呀 这最根本的问题 是因为没有信耶稣基督 没有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就要认罪悔改 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喜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那很多人就问了 哎牧师哪里讲的是 四阶段悔改吗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唯独基督耶稣的保险 唯独基督的保险呢 是能除去我们的死刑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使我的心得以洁净 我们犯罪了 这罪恶的问题 唯独基督的保险能解决 唯独耶稣基督 解决这罪恶的问题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在旧约的时候呢 大祭司长是有 大祭司长的衣服 那么我们的大祭司长 就是耶稣基督啊 大祭司长呢 在旧约时代 要穿上大祭司长的服装 才能进入那个圣所里 列威记十六章 除埃及记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大祭司长的服装 很关键的 那么 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 为什么 把基督的衣服 撕成四块呢 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把耶稣的衣服 撕成四块了 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 有提到 把祭司长的衣服 把大祭司长的衣服 撕成四片 约安福音十一九章二十三节 大祭司长耶稣基督 我们却否认了耶稣基督 是我的大祭司长 把祂的衣服全撕裂了 罪人拿了大祭司长耶稣基督的衣服 而且还分成了四份 约安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 再绝对各位 而我们心里完梗刚硬 我们读了圣经也不明白 也不领会 大家知道在美国 数钱的时候很有意思的 数钱就很慢 就像幼儿园小孩子 在数钱一样 大部分美国人 数钱都是很慢的 那以色列人数钱 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要数十章的话 要数十章的话 要一个一个数 但是以色列人呢 数到第九个了 那么就觉得差不多了 就不再数了 在数的各位 韩国人呢 对钱真的是非常的精心呀 就是一定要数好钱 今天只要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 只要我们靠着那家 给我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要蒙召唤呀 只有在基督里 使我们蒙召唤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协 我们来读一下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协 一二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靠着那家 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苗牧师 无论是在澡堂子里 还是在哪 看见患者了 就为这个患者祷告 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人身患了中风病 就来到澡堂子 我就跟那位患者说 你信耶稣的话 就能得到医治啊 他就说 我本来就想信耶稣呢 那我苗牧师就跟他讲 上帝现在是要医治您的 您现在听不懂 但是您的身体呢 只会越来越好 那么前几天我去看他了 发现他的身体真的是恢复得很好啊 几乎全得到了 全愈 而他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苗牧师呢 就是我们是只做主的见证就可以了 我们做事情都求告主 主啊 主啊 我该怎么做呢 主告诉我 我们就如实的照做遵守 耶稣是医治了所有的疾病啊 并没有带着条件 也没有图回报 耶稣有权柄 医治一切的疾病 赶鬼啊 有光了 黑暗就离开了 在座的各位 约拿在鱼肚子里 待了三天三夜啊 就是三天三夜 约拿一直悔改了 真诚的悔改 祷告了 而且最终他悔改了 就会发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是以感恩感谢的心祷告了 马太腓十二章三十九节 那么这正是耶稣 向我们这些世代的人 要显出的神迹 正是约拿的神迹 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啊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属于基督就能行啊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因信耶稣基督 基督就住进我的内心啊 这就是奥秘 是庞大的奥秘 基督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呀 那么我们因犯罪 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而且呢 还辱骂他 而且还羞辱他 鞭打了他 而且还不承认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长 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 撕裂了 我们来找一下 尼西米奇九章一节 哀痛的人是有福气的 能活呀 我平安牧师传福音的时候 经常就引导大家悔改祷告 是大声哀痛的祷告 哀痛痛哭着的时候呢 疾病能得到医治啊 经济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呀 家庭的困惑 家庭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呀 尼西米奇九章一到二节 上帝是活着的 尼西米奇九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进食 身穿麻衣 投蒙灰尘 以色列人 就与一些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阿们 以色列人当时是怎么承认自己的罪恶 认罪悔改了呢 在这里就很明确地说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我们不仅犯罪了 我的祖祖先行也犯罪了 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尼西米奇九章二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以色列人就与一些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阿们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呢 谨慎 不要随便讲话 做一切事情都要谨慎啊 要爱惜光阴 要谨慎生活 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身份啊 尼西米奇九章三节 我们再读一下呀 纳治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阿们 我们再读一遍第三节一啊 纳治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阿们 再说的各位 四分之一 纳治的四分之一呢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了耶和华神的律法书 那上帝的律法书是让我们干嘛的呢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纳治的四分之一 就读了律法书 那既然分成了四分之一了 那就是四个四分之一吧 这个就是四个阶段了 就是真诚的 四阶段悔改是什么呀 就是四个阶段 就是 从读律法书 从读圣经 一直到认识到我是罪人了 真诚的认罪悔改 直到什么 直到什么样呢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 感谢为止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那很多人就说了 但是我怎么就 一直什么都不行啊 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家庭也不和睦 儿女也不顺心呀 实在不行的话 大家就 真的按照这个四个阶段来 正常的认罪悔改吧 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 万事亨通的祝福 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 上帝就赐给我们 万事亨通的祝福啊 真语二十八章十三节呀 再次的各位不足的 仆人我平常牧师呢 仅仅抓靠的是上帝的话语呀 这就是秘诀呀 那么不仅我仅仅抓靠 上帝的话语 我把这一切也分享给身边的人 那么就在今夜 我们如实地照做 遵守上帝的话语吧 所以我们悔改 怎么悔改呢 首先四分之一读了律法书 文马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教人之罪 阿们 那么我们读了律法书了 那日的四分之一时间 都读了律法书 那么读了律法书 我们就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了 因为律法本是教人知罪呀 所以我们读了圣经 就能认识到我是罪人 哦 原来我身上有这样的罪恶 我心里有这样的罪恶 恨别人 就已经犯了杀人罪了 不饶恕别人的话 就已经是陷入在死亡的地狱了 马太福音六章十三到十四节 而当时韩国呢 假的信仰太多了 随便骂别人 随便恨别人 自己却说自己能去天国 怎么可能啊 随便定罪别人是异端 随便辱骂别人 却说自己能去天堂 自己都认识不到什么是罪恶呀 我现在如果有不饶恕的人 说明我现在是死亡的地狱呀 马太福六章 马太福五章 很切切地记录 我们要饶恕所有的人 无论是谁得罪我了 我也要饶恕 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饶恕了我们 我们犯了那么多肮脏的罪恶 得罪了主 主却无条件地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饶恕所有的人 所以那日的四分之一 读了律法书 那么读了律法书 就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了 然后第二个四分之一呢 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 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宗所犯的罪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诗篇五诗篇十五节 遇到困难了吗 在患难至当求告上帝呀 所以 真诚的认罪悔改 是要献出新意的 那么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就是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 以感恩感谢来祷告 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 原来在鱼肚子里 三天三夜都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那么直到他 认识到上帝的美意和爱 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搭救了他 所以大家祷告的时候 如果没有感谢的心的话 就说明这还没有悔改呢 如果祷告了 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了 这才是完整的悔改呀 布鲁德普洋瓦朴牧师 走遍世界各地 无论是苏联呀 还是去中国呀 还是德国日本呀 我就是照着主的话语 这样真诚地认罪悔改呀 我们要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要精彩地生活呀 上帝是活着的 我们经常光嘴上说 但是自己从来不亲身经历 甚至总觉得 我这个事情 怎么总是不解决呢 这分明是因为 我一直没有信心呀 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加给我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能做 因信依靠耶稣基督 因信 基督就住进我的心里了 这是多么庞大的奥秘呀 西伯来说九章十二到二十二节 没有耶稣基督 没有耶稣基督保写的代价的话 我的罪是得不到饶恕的 不仅是我的罪 还是大家的罪 再加上我们足足心心所犯的 过犯的罪孽呢 我一度靠耶稣基督保写 才能得以赦免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 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 基督要住进我的内心 主耶稣基督要通过我们 彰显出来 显现出来 有耶稣在的地方 什么事情做不了啊 死人拉萨路也活了呀 约翰福音十一章 大家相信吗 正是在这时间 耶稣要遇见我们 这就是上帝的奥秘 这是基督的奥秘 约翰福音十一章 九节十节我们读一下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翰吐在汉地上 阿们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了 就是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格罗西书二章七节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切罪恶的 有了这份勇许 我们具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遭遇 无论遇到什么的处境和情况 都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格罗西书二章七节 大家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是让上帝难过了 而且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我的心灵受伤害了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心灵受伤了 就生病了 大家知道心灵健康的时候 就能战胜医治一切的疾病了 而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 使自己的心灵受伤了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 二十岁写 我们犯罪的时候 让上帝难过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罪恶是让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他却要的是让我们活呀 所以首先我们要求饶恕 所以四分之一的时间 要求饶恕啊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大家现在不饶恕谁呢 大家不饶恕谁呀 我们不饶恕人 我也得不到饶恕啊 上帝正在此时此刻 也对我们讲话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和问题 上帝都要帮我解决的 我们要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而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呢 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每次犯罪 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仇敌了 而我内心却还很刚硬 顽梗 不肯悔改 我们真的是毫无脸面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是为谁受罪啊 是为了我的罪恶 就是我杀死了耶稣基督 是我和我的祖祖先仙的罪恶 杀死了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被鞭打 被鞭伤的时候 身子撕裂 流出宝血 正是为了要拯救我的生命 为的是要给我允许啊 在此的各位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身体素质 我们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能得到医治的 因为全能者上帝 为我的罪恶死去了 而且复活了 而我却不饶恕 我的兄弟姐妹 夫妻之间 我也不肯饶恕啊 邻居之间 我也不愿意饶恕 不肯饶恕 这就是我的错 这就是我的罪恶了 我为什么不肯饶恕呢 我都不肯饶恕 我还求告什么呀 我们在主面前 上帝是改变我的 上帝是造就我的 我们在这时间求饶恕吧 我的错 我所犯的罪恶 全求饶恕吧 基督的奥秘 正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保险 有耶稣基督保险的允许 能让我们真诚的认证悔改啊 我现在还不饶恕谁啊 你现在还不饶恕谁啊 上帝为了饶恕我 耶稣基督为了饶恕我们 撕裂了自己的身体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我们为什么却不饶恕呢 我们有没有 哪怕一次 试想过耶稣基督的痛苦呢 那十字架上的痛苦 本该是我遭受的痛苦 本该是我遭受的苦难 主啊 我们真的是没话可讲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真的错了 我们错了 全是我们的罪恶 我们从来没有遵守上这道话语 哪怕此时此刻 我们也因犯罪 成了耶稣基督的仇敌了 主啊 在这时间 我们真的要撕裂我的心肠 我也要得到主的饶恕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诚地认罪悔改 是我的罪恶 杀害了耶稣基督啊 是我 杀害了耶稣基督啊 主啊 我真的大错特错 我真的全错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我不懂得认罪悔改啊 反而抱怨了 抱怨上帝 我真的是个罪人呀 我真的是该死的罪人呀 求主饶恕我 求主怜悯我 哀痛的人是有福气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宁可撕裂我的心肠 我们哀痛痛哭着 流泪着认罪悔改 来得到主的饶恕吧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蒙召唤 我们都要蒙召唤呀 一直以来我们只 只求自己的利益呀 这也是在犯罪呀 求基督的保险 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 使我只跟随主的道路 使我只跟随主的道路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认识基督的奥秘 使我的内心 有耶稣基督居住啊 主啊 我内心不好的想法 肮脏污秽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 认识自己的罪恶 能够真诚地向主坦白 主啊 是我的罪恶 让主难过了 是我的罪恶 让主受到了羞辱啊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 在今夜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能力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够饶恕所有的人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医治 使我们的性格得到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除掉我们的不好的行为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求主赐福于我们所有的人 使我们所有的人都 能够服侍于身边的人 求主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与明哲 知识与谨慎 圣灵啊 求强大的圣灵赐给我们感动 求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一直以来我们有不好的想法 一直以来我们犯太多太多的罪恶 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呀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主啊 这是我杀害了耶稣基督啊 主啊 我多么的亡梗啊 我多么的亡梗悖逆啊 我又一次杀害了耶稣基督 我真的是个罪人呀 我真的是个当死的罪人啊 每一天每一天 垫入了耶稣基督的名 杀害了耶稣基督啊 主啊 求主饶恕我 求主怜悯我 在今夜求主帮助 使我得上能力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承认自己是罪人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主啊 求主帮助我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感除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使我能够领受主的话语 使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聆听主的话语 使我们有神迹奇事跟随 做主的功 传主的福音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靠圣灵 讲方言祷告 使我们灵力上强大起来 在主耶稣基督里边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应许 求靠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的罪恶 得以洁净 求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心里的误会肮脏 我们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凡事都能做 正是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 都能过上 有价值的人生 正是主的儿女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给身边的人传福音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使我们献出忠心 只专心地爱主 爱上帝 主啊 我们感谢主 主啊 我们感谢主 主啊 我们感谢主 我们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主的儿女 使我们做主的儿女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时间 使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使我们得到主的爱 使我们领受主的话语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长城的祷告 切记的祷告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心灵得以节制 使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平安 使我们得到祝福 使我们得到应许